元宵大师的师父叫大安禅师 那这个大安禅师 有一次出去外面 看到一只狗快被打得快死了 结果呢 他给它放在那边以后就跑掉了 然后元宵看到 哎呀这只狗快死了 元宵大师看到它断气 然后就一直为它诵经 一直为它诵经 一直为它诵经 那诵到等他师父大安禅师回来了 大安禅师把树叶打开 元宵他说师父狗死了 狗死了 因为他师父拿什么 他拿了牛奶饼干 他说狗死了 但是他师父笑笑了 树叶打开以后 把牛奶饼干放在这只食的狗下面 他说 跟这只狗说你好好吃东西 好好吃东西 下辈子你就可以投胎好地方 天天有好东西吃啊 然后他师父讲完了 超度了 元宵大师说 师父我念经念了老半天 没超度 他师父说你也没给他吃啊 元宵大师才开悟 原来我念经念老半天 还不如我师父把牛奶 放在狗旁边 狗就超度了 这个才是狗最喜欢念的精 牛奶 所以各位这个故事你要了解 今天我们摆这么多好吃的食物 哦这么好吃 明天会摆的更多 他们说明天有九十几桌 来招待这些孤魂野鬼啊 可怜的众生 这个才是他们最喜欢的经典 他需要什么 你给他什么 就像你的老婆在生气了 你给他讲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没好 买一束花 对不对 买他喜欢了 OK OK 那就通好念经了 方法 大乘佛教讲的是方法 所以袁晓大师开悟了 原来我这么会念经 还不能超度狗类 我师父的方法 慈悲 那才是方法 如果你能够对这个众生慈悲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听你的 你讲话里面就有价值力 所以袁晓大师说了一句话 很好说 如果有一个众生 慈悲为怀 他说的话 必定能够震撼法界 不管他用什么形式来说法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保持一下 念兰大师的慈悲心 外表却在受苦一样 因为你慈悲为怀 这才是最好的念经 当然不是叫我们不要念经 你要念经持咒 没有悲心 没有用 有所求的心 没有悲心 骄傲的心态 没有用 力量不大 所以各位刚刚法会开始 大家做甘露事实 当然很多菩萨给我说 他不会念 没有问题 饼干拿出来 让你吃 让你吃 他就超多了 念头最重要 所以当然我会教各位 辨出更多来 欧亚风 变得很多 欧亚你背面风 他心里快乐 他也发起观音菩萨的心 他就很容易超度 所以昨天我跟我们战信师满化 在三个人在那边做烟供 我拿点面包拿出来 最好吃的 最快乐 所以面包 饼干饼干 想了他们 虽然那时候没有衣服 漂亮的衣服 所以那时候自己心里也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这些众生快乐 你就快乐 很奇怪 如果你的老祖先在痛苦 你心里就很痛苦 很痛苦 因为他在痛苦 所以我想 那 袁晓大师就这样开悟了 道理 研究了在身 表现不出一个慈悲 关怀对方的眼神 那 这个道理变成硬邦邦了 没有用 所以 见到人就问他 你有健康吗 你要喝水吗 你要吃什么 我能够为你做什么 对方就被你感化了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观音菩萨 因为他用他的慈悲 乃至他的外表声音 度化了我们 感化了我们 再来 还有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次 有一堆人 坐船出去 要去 踩着珠宝 结果来了一个 一只大怪鳖 比船还大 这一只鳖呢 开口就可以把整艘船吞下去 那个时候 船上大家 瞎 再怎么办 有一个人 他是三宝弟子 赶快开口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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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在念佛的时候 奇怪 那一只鳖 听了以后 很高兴 嘴巴合起来 不见了 后来这只鳖 不吃东西 自动死掉 死掉以后 这佛经的故事 这一只鳖 转为人 因为他听到佛号 消除他的杀业 而且不再去伤害别人 升起惭愧心 所以不吃东西 死了 死了以后 现在要投胎到 释迦牟尼佛的面前 出家 震达阿弥陀佛 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很简单 所以观音菩萨给我们说 碰到苦难 赶快念观音菩萨 慈悲的力量 那些痛苦 乃至魔鬼 就可以消除 所以希望大家走到哪里 看到别人痛苦 看到动物痛苦 看到 那些海鲜水产要被杀 要被吃 乃至他已经煮成一碗汤 煮成一道菜 那无论如何 你要把它捏一下 捏一下 欧马尼伯明 捏一下观音菩萨 捏一下宝记如来 捏一下阿弥陀佛 都可以了 那这一只鱼 就算它被吃掉了 但是生生世世 它可以结参缘 甚至还会投身在 有佛陀教法的地方 再来 在清朝道光年间 有一位太守 好像县长一样 生病也很严重 快死了 结果他快死之前 他发了一个愿 他说 从今以后 我要利益所有有情众生 虔诚地忏悔自己的业障 舍弃所有世间的俗世 对不对 不要再去追求名利地位 什么太守了 不重要 结果他发这个愿 所以各位这个你要听 当你快死了 躺在床上还会讲话的时候 你赶快念 因为一个人夜暴一线前 身体倒下去了 那怎么怎么办 发愿 从今天以后 利益所有有情众生 虔诚忏悔自己的业障 舍弃所有世间的俗世 执着 因为他发这个愿 当天晚上在梦中 他就梦造 观世音菩萨 视线出来 对他说 他说啊 你过去啊 在生的时候 杀业很重 所以你现在短命报 好在你在死之前 能够发这个坚固的誓愿 但是要能够消你的业 唯有放生可以延寿 等一下我们五点 还救了一些海鱼哦 唯有放生可以延寿 还可以征服征路 所以他不但没死 醒过来以后啊 就跟全家说 我做了这个梦 观音菩萨叫我要放生长寿 所以他们全家吃素放生 没多久病好了 活到圆满的寿命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来 从今以后 普度众生 忏悔业障 舍弃世俗法 不要执着了 千万不要等你躺下去 搞不好来不及念了 所以你只要发一个 坚固的誓愿 乃至至少不杀生 乃至至少不杀生 也不可思议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在社卫国 有一个有钱人家 生了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孩子 男生 因为实在长得太漂亮 太可爱了 有一次 亲戚朋友抱出去 在桥上 大家看到这个小孩子 都争先的要抱 要抱他 结果抢来抢去 抱来抱去 不小心掉到河里面去 大家啊 就看到小子 掉到河里面 不见了 大家哭啊 但是后面还有故事 这个小孩子掉到里面 居然没有淹死 他就被水一直冲到下游 冲到下游 刚好冲到一户人家 生不出小孩子 夫妻 他们在用网子 在捞大鱼 结果一捞就捞到这个小孩子 捞到一只大的鱼 结果鱼肚子很大 捞出来以后肚子剖开 这个小孩子 居然在这里面活生生的 哇 这对夫妻好高兴啊 就把他养大 养大以后 小孩子要求出家 出家以后 挣得阿罗汉 那个时候 有人 有弟子就问释迦摩利佛 为什么 这个小孩子听他说 他是从鱼肚子里面 他爸爸妈妈捞起来 才出家的 他为什么在鱼肚子里面 没死掉 释迦摩利佛就说了 他说过去在 批婆师佛 那批婆师佛跟大众在讲 念一下 借杀放生的功德 告诉大家不要杀身 放生的功德的时候 当场有一位施主 听佛头这样讲 他跪在地上 自己合掌 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 不杀身 放生 所以佛头说了 那这个施主 后来生生世世来投胎 他的外表 长得就非常的好看 所以他一生下来 就大家都很喜欢他 就算掉到河里面 也淹不死 鱼把它吞到肚子里面 也不会死 而且能够平安脱身 而且在这一辈子 震得阿罗汉 所以愿大家今天 这个殊胜的日子 也发个愿 来 从今以后 借杀放生 好不好 要发愿了 那你等一下就去跳跳看 没事情 因为持戒 就是你最大的保护 不管你持什么戒 所以那天有人问我说 如何发财 不要贪心就发财 就是戒力 如何不要生病 不要得癌症 不要中风而死 不要生气 那就是你最好的保障 所以你的心态 保持一个圆满的心态 你的行为 守护好的行为 那就没有这些不好的灾难 还有一个各位常听的 那我也再讲一遍了 每一个佛菩萨 用尽各种方法 度众生 所以 有一次 文殊菩萨 视线成一个男人 他经过一个杀猪的家庭 然后他们养了几头 大猪 养大了 养大以后 他们是野放了 就要找乡村里面四五个人 把这一只大猪 绑起来 然后呢 来请人家把他杀掉 但是这一只猪实在太大了 力气太大了 四五个人怎么抓也抓不到 而且要花很多钱 抓也抓不到 那文殊菩萨经过来 就跟那个养猪的人说 妹妹妹 我一个人就可以帮你 那四五个人就站在旁边 真的吗 他说 文殊菩萨 我明天来 我明天来 结果他隔天就来了 结果隔天就来的时候 那只猪在那边 两只大猪在那边 他什么绳子什么都没带 他就叫来 陈阿彪 陈阿彪来一下 陈阿彪 啵啵啵啵啵啵 那只猪就跑来了 然后那个养猪人吓坏了 陈阿彪是我爸的名字 陈阿彪是我爸的名字 这个不能杀 我爸的名字 他说好好好 那另外一只好了 宋阿美 宋阿美 来 结果那只母猪 跑过来 这是我妈的名字 然后文殊菩萨 对啊 就是你爸爸妈妈来投胎的 杀猪的要投出 被儿女杀 这个杀猪的人 当然跪在地上忏悔 发誓生生世世 不杀猪了 不吃猪肉了 全部的猪 拿去放生了 所以 各位 佛菩萨大慈大悲 看到杀猪的 要杀的 就是他亲生的父母 佛菩萨一定要视线给他看 让他不要照他这个 杀下父母的业 虽然他现在投胎做猪 所以在这边各位要 这代表这个杀猪人 累次有善根福报来了 所以各位要经常 没事念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 用慈悲心念 就算哪一天我们要造什么重恶业的时候 佛菩萨加持 还能够让我们跳过这个恶业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杀猪的人 杀杀杀杀了后来生病死掉 结果他死了以后 他太太 那时候都还没生小孩了 老公就死了 后来他们家也没办法了 就又把这个改嫁 这个女的又改嫁给别的男人 结果他改嫁那一天 人家来娶他 坐着轿子 上了轿子要嫁 突然一只母猪 一只公猪 从猪篮里面冲出来 追着他跑 一直咬不让他走 各位请问这只猪 谁来投胎呢 死掉的老公 所以看到他太太要 要嫁给别人 死也不放 所以跑多久就追多久 但是依然被踢到河里面 不理他 这只公猪被踢到河里面 因为大家不知道 他杀猪的老公 投胎来做猪 看到太太要嫁给别人 痛苦啊 这就是 生命的真相 还有一个故事 有一天一个老和尚 带着小和尚 要到别的地方 去为人家诵经 那地方很远 走走走走到一个居士家 借一个晚上住 明天要继续赶路 结果老和尚在里面睡觉 小和尚出来 上洗手间 结果他上洗手间的时候 一只母猪就一直求救 一直求救 千万不要杀我 千万不要杀我 叫老和尚叫我 叫老和尚救我 结果小沙咪就跑回去 老和尚师父师父 他猪在讲话 他叫你救他 他叫你救他 老和尚 庆才公共 猪会讲话 他硬把他师父拿出来 那一只猪还跪在那边 跪在那边 请你告诉我 儿子不要杀我 我是他妈 结果老和尚一问 还知道 原来 这一只母猪 真的是杀猪的妈妈 但是因为 他有一次 他另外一个女儿家里穷 做妈妈 就偷儿子家里的米 衣服 送给贫穷的女儿 也因为造了这个 偷到了业 偷儿子的东西 现在还要投胎 做猪被他杀 那老和尚 就跑去跟他儿子说了 所以不信 你看看那个猪的眼睛 像你妈妈 所以这样才救了 这一只母猪 所以各位听 这个佛教故事 因果百分之一百 你做什么 那你就必须 领受什么样的夜报 再来 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叫忍入福报大的故事 有一天在天上 在逃离天 突然跑来一个 长得很丑的罗刹鬼 罗刹鬼也可以飞天了 叫 叫丑陋夜叉 他呢 跑到一个天地的位置上 去坐在上面 结果其他的天神 就来骂他 就来骂他 但是奇怪 别人一直骂这个 丑陋夜叉 越骂他越漂亮 越漂亮 骂一句他就漂亮 越骂他越漂亮 那个时候大家也觉得很奇怪 这些天神就去找天地 为什么我们大家越骂 然后他长得越漂亮 然后这个天地说 那我也不知道 我皈依三宝了 我来问佛陀了 为什么大家骂他越来越漂亮 所以佛陀就说了 因为当我们越骂他的时候 他不生气 这个月叉没生气 他只在那边偷笑 所以他的像就会变得很漂亮 但是你们回去不要再骂他了 你们就要很客气的跟他讲话 他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结果那时候 这位天地听到了 跑回天上 就跟这个丑陋夜叉说 大仙大仙 我是地天 我是地天 我是玉皇大帝 来来来 对不起对不起 请你回坐 请你回到你别的地方 很谦虚很客气的讲话 所以一讲的时候 这位丑陋夜叉 马上就变出他很丑的样子 然后就跑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所有的天地终于体悟到这个道理 哎哟 我们从今天以后不要生气 如果我们从今天一生气 那我们自己也变丑 而且呢 你也没办法降服别人 如果我们今天开始不生气 外表会庄严 而且还可以降魔呢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佛法 恨不能消除恨 唯有没有恨的爱可以消除恨 这是永远的真理 所以如果人家说你身上有什么障碍啊 魔障 那你就 你不要被他打垮 我从今天不生气 我不贪欲 爱喝酒了 那几天不要喝酒 那你身体就好了 因为你一有贪欲 那个魔鬼也就来找你 所以 这个夜叉鬼 他也很想要得到别人的恭敬赞叹 得到别人的恭敬赞叹 一骄傲 然后他功德就没有了 变回本来不好的样子 所以这些天地也体悟到 这样的道理 佛经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佛陀的时代 己孤独长者 他用他所有的钱 跟太子买了一块地 要盖金色供养佛陀 这是很大的功德 那佛陀那个时候 派着瑟利佛尊者 来跟己孤独一起设计这个金色 因为一住要住一千多个出家人 那那个时候 当己孤独长者 自己拿着线 然后瑟利佛慢慢地走 怎么样画蓝图画在地上 然后一个人抓一边的绳子 慢慢地走 然后己孤独在那边太阳下 结果瑟利佛边抓绳子边笑 心里一直笑 他越演越笑 等他回来那个记号做好了 己孤独长者就问说 瑟利佛尊者 那你为什么一直笑 你看到我们在太阳下 然后你怎么走越来越笑 然后瑟利佛就跟己孤独说 哎呀长者 我随喜你功德 这个金色还没有盖起来 当你拉着线 然后我们要为你盖金色的时候 天上玉界天的六成天的皇宫都盖好了 当你发心捐这块土地要盖的时候 我们只有在拉线 我就看到你天上六成天都有你的皇宫 所以我看了就在笑 我随喜你功德 所以各位念一下 万法为新造 所以你的心最重要 你的心有不思的心 虽然你现在各位没钱 哦 将来我如果有钱 我也要去造一尊佛像给人家拜 将来我也有钱 哪里再盖寺庙我也要出一点钱 那你有这个心 那夜报就现前了 善业就来 不过己孤独长很聪明 他问舍利佛尊者 他说 那师父啊 六异天有六成天 哪一成天最殊胜啊 你介绍 我应该要发愿去那边 所以舍利佛尊者说 佛陀说的 六异天里面福报享受完了 还是会轮回 如果你要升玉界天 要发愿往生 念一下 都帅内院 都帅内院那边 弥勒佛在那边说法 而且你还可以继续修行佛法 所以各位听过这个故事 己孤独长者 到了后来要往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的儿子 也不好意思去叫舍利佛 因为长者说 你不要麻烦我师父啊 我师父很忙的 所以 那个时候他儿子就请了一些 他爸爸不认识的出家人 来帮他诵经 然后他们在诵经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感谢己孤独长者 对生团的护士 他爸爸手就比这样 比这样 他儿子想说 我爸爸叫他们不要念 就把他请回家了 结果他们这些出家人离开了 设立那个己孤独长者 还没有往生 他说儿子啊 你怎么把师父都请走了 没有啊 爸爸你刚刚不是比这样 不要不要不要吗 哎呀你们误会了 因为我现在就看到了 六亿天的马车 六部马车要来接引了 我就 我跟他比 哇好啊 请其他五部都回去 我只留第四天天的 叫他留下来 我因为我师父告诉我 现在我可以去斗赛一天了 所以讲完他就断气了 直接往生斗赛那边 所以各位这个经典告诉我 原来一个人要升天 天人会来直接接引你 一个人要往生净土 这些莲花 佛菩萨会来接引你 一个人要下地狱 无常大鬼就会来抓你 这是一定的 所以没办法逃 再来 各位刚刚 有做施食 我还是要按照经典 讲一下 我们布施七根米 一点点水 有什么样的功德 特别明天 各位来参加 最好自己买 多一点素食饼干 至少两包 好不好啊 一包 为你的爸爸妈妈 乃至往生者 供佛 一包布施 布施给六道众生 听说明天有 九十八份 然后呢 他们这 没有九百份 九百份 所以这九百份 还要送给贫穷人家 非常好 因为除了替他们上供 又能够做布施 所以释迦牟尼佛 在经典说 如果有人 用无量 是时间 阿生其节 这么长的时间 用身体 供养 十方诸佛 用身体供养 而且供养 所有菩萨 所有出家众 不如 有人 布施 畜生到 一口饭 你布施 畜生到 一口饭的功德 福报 超过 以百千万倍 你阿生其节 用你的身体 供养 所有诸佛 佛菩萨的功德 何况 是布施给恶鬼道 越可怜的众神越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经过树下 放几棵米也好 经过水的地方 有鱼 一点点面包也好 所以我们前天还在兰卡威 兰卡威 马来西亚的 付洛交椅 我们坐船出去 买了很多面包 然后去鱼排买鱼当场放 然后那些面包 撕成一块一块 丢在一排旁边 所有的小鱼都来吃 那种快乐 那种心情的力量 没办法形容 所以各位多去做这个 保证你们有忧郁症 然后那些大鱼 现场捞起来 老板说 他卖给人家一百块 卖给你们放生的 二十三块 哇一公斤 便宜了 老板也高兴 老板说 我也是华人 我华人我也会做功德 不赚你们钱 我们现场看他一直撈 一直蹭 现场就放 这个力量太大 等一下 慈悲的力量最大 所以慈悲是第一力量 所以希望大家多去慈悲 一点点水也好 喷喷甘露水 点点烟共香 几颗米 不湿 给众生 那你会觉得 心情非常好 而且这个力量 会降给生病的人 所以 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下 药室烟共 有一点很重要啊 胃痛的人 买一些胃药 草药最好 中药 草药 草药最好 因为草药一点很香 然后布施给所有 胃痛的众生 你会发觉你胃痛 很快就好了 特别你的父母亲 爸爸是胃癌往生的 那各位明天来参加法会 先去中药行 买一些 胃痛 胃癌的药 中药 你可以买一包 搞不好五块钱 但是 你就拿着来参加 药师烟共 因为我们今天 法会现场 可能没办法 烧很大 但是我们会帮你 拿到别的地方 特别是墓区 不施给所有胃痛的众生吃 这个功德回向给胃痛的爸爸妈妈 或是因为胃癌往生的父母 他超度最快 他马上没有痛 没有痛放下 你跟他念佛的超度 这是百分之一百 那这样来事实上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释迦摩尼佛就说 你不施给越可怜的众生 功德力越大 来念一下 慈悲福田 八大福田中 第一福田 所以佛法生 乃至父母 这些都是我们的福田 老师 老人 但是这病人